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最大从事单元MTU 那么本节课内容比较简单 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MTU 它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路径MTU 那么首先什么是MTU呢 MTU它其实就是最大从事单元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的缩写MTU 那么它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数据链路成呢 它所传输的数据帧也不是无限大的 那么如果不是无限大的话 那么肯定就会有一个最大值 那么这个最大传输单元MTU呢 就是描述这个最大的能传输的这个数据帧 在这里面呢 也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里面A和B需要进行这个数据的通信 那么他们数据通信所能传输的这个数据帧的长度呢 是受这个MTU所影响的 数据帧的长度不能超过这个MTU的大小 那么设计这个MTU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MTU一方面是受到底层物理硬件的影响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是这个数据帧它并不是越长越好的 数据帧过大或者是过小 都会影响这个传输的效率 这里面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个以太网呢 它的数据帧的长度一般就是这个1500字节 在前面我们在学习计算机网络的性能单位的时候呢 我们也学习了实验的这么一个单位 那么实验呢 它等于这个发送实验加上排队实验 加上这个传播实验 加上这个处理实验 那么这里面呢 如果说这个数据帧过大的话 那么它的发送实验排队实验以及传播实验 还有处理实验呢 都会增加 那么这样子就会导致这个发送端 你这个接收端 它们的信息处理的时间过长 那么过小呢 又会影响到这个性能 为什么呢 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发送端需要发送1500字节 那么如果我们掰成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的发送的话 那么我们将需要发送1500次 虽然说我们每一个数据帧 它发送的总时间减少了 但是呢 我们需要重复1500次 那么这个呢 也会影响到这个通信的效率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注意这个数据帧 无论是过大或者是过小 都会影响这个传说的速率 我们一般所使用的这个以太网呢 它的MTU一般为这个1500字节 那么了解了这个MTU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这个路径MTU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里面我们假设 计算机通过这个小型网络 再通过这个小型网络 再通过这个小型网络 来到这个计算机B 那么如果说A和B 是要进行这个信息的传输的话 那么它路径的MTU 是怎么决定的呢 我们假设这个A 到第一个小型网络 它的MTU是1500 第一个小型网络 到这个第二个小型网络 它的MTU是1492 第二个到第三个 它的MTU是这个4464 最后一个小型网络 到B这个计算机 它的MTU是这个1500 那么整一个路径的MTU呢 它其实就是受这个 最小的这个MTU影响的 我们称之为这个木桶效应 所以这整一个路径 它的路径MTU就是这个1492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路径MTU 它是由数据链路当中的 MTU的最小值所决定的 那么这一个路径MTU呢 也是需要大家所记住的 我们后面在学习网络层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涉及到这里面的MTU 以及路径MTU 那么最后呢 简单的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非常简单两个部分MTU 以及路径MTU 在这里面我们先了解了 什么是这个MTU 那么MTU呢 主要是受限于底层的 物理硬件的特性 那么接着我们就了解了 这个路径MTU 那么路径MTU呢 是指整一个链路当中 最小的这个MTU 好的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